蝦的民進 各位來賓 大家好 我生蝦名準了 我今天要向您介紹的地方就是高雄翔水的地方 高雄翔水的地方 我要求兩點來切入 第一點是蝦圈的 第二點是蝦圈的 什麼是蝦圈的 譬如說我們去丁青蝦 丁青蝦的蝦這麼漂亮 拜託拜託我們帶小朋友來 吃一片便飯 自己帶東西 野餐一下 而且這個地方是它的風景水 第二個風景水的地方就是我們的捷運 我們的美麗座山是全世界數一數二的水的地方的捷運 第三就是我們的春秋高的龍虎塔 春秋高的龍虎塔很多的觀光客來都要去那裡 因為那裡有的建築物 而且那裡有建築物也很漂亮 但是就是阿門港 阿門港在荷蘭的時代 就是荷蘭民旅賣 就是對阿門港都賣針 所以在那裡的建築物 我們都有保留到那個時候的建築物 如果在那裡的阿門港 上色熱誤 就是那個時代 在在敷術的時候 陳孫師創下建築物的東西 第六點就是美術館 美術館的草地差不多有千幾年草地 你們要在那裡玩 要踏羽毛鳥 三個月 拜到美拜都很多人在那裡遊玩 最重要的是我介紹遊行的 如果什麼是無形的 無形的就是比如說我們去外賣 你應該我們在座的人 人家問到 誒 少年 請問台湯怎麼去 請問那個高雄車頭怎麼去 如果是我們高雄人怎麼去 那就是安裝去 要去給它再多多多多 很明信 你如果不知道我帶你去 所以我跟你說 第二點無形最漂亮的就是 我們高雄人的心 我覺得高雄人的心是我們最漂亮的無形的 這點 謝謝 謝謝 評審 議事長 各位學員 大家好 高雄本身早期就是一個 傳統的工業社區 他跟我們傳統的生化 所演變出來 我傳統的傳統的生化是海口的生化 但是經過理論的市長 他開始在改變的時候 他開始就覺得高雄人的生化 應該提升 要提升 從文化來提升 所以就是說 就有一個 我們這個 宿財那一個紀念館 三星 那相對的 慢慢的 又來越重視 我們的生化的時候 理事館 也一直在生力 又包括我們縣市合併之後 風山的台東也有更生力 所以說 一直就是要用 家的環境來提升 我們的文化組織 相對的 我們的交通也一直在提供 早期收工地 然後又有一個結尾 又包括醫療的清潔 這就是要讓大家更便利的 那個交通環境 讓我們大家更加 過後更加好 就成功更加方便 但是 高雄的這些 高雄的這些發電 其實重點 我剛才有提到 就是說 我們是海口人 所以說 我們重視的就是營運 那麼 既然有這麼好的高雄港 那麼 我們開始就發電 我們的營運中心 就一直在生力 目的就是要用營運的系統 來提升 我們高雄的國際人監督 目的也是希望說 我們高雄可以驚出 可以讓國際認證 原來高雄是一個 這麼漂亮的米港 米港 還有這個方便的交通 大家文化組織更好 所以說以後 我們要依高雄人 做驚慌 謝謝 理事長各位 各位裁判 跟各位太閣的觀眾大家好 我叫鍾明太 然後我抽到的題目是 高雄縣廚之美 縣廚之美 我推薦是左營的 左營的 舊城隍廟 以及那個 最近比較夯的 就是 佛光山的 佛頭戲院的 左營那邊 那個城隍廟 最好是古老的 很古老的一個廟 廟 那邊 結合左營那邊 當季的信仰 很多左營人 都去那邊拜拜 那邊還有很多小廝 從他的外觀的建築 看起來就是 很 就是很 很古老的建築 包括 你從兩邊看起來就是 建築好像一百 也超過一百多年的廟 還有一個藝術以及 藝術以及那個 人們信仰的行程 然後旁邊還有一個 旁邊還有那個 小師 賣那個小師傅的那邊 也不錯 第二個是我特限的是 佛頭戲院館 在左營 在那個佛光山那邊 他是比較 新一代的 建築 那個廟裡的部分 那邊佛頭戲院館 是我們一開始進去的時候 就有八到八個塔 中間有一個佛頭 那個佛頭是最近 一連來建築的 那邊建築 那邊也很多人去看 那個建築 建築那邊就是 也是 保有 那個 那個佛頭的那個 圍園 那邊也蠻很多 那邊有很多小師 這樣 謝謝 謝謝 謝謝